我女兒在使用的那個iPad 就是我的 那也是跟我的手機一樣的Apple ID 然後每次男生看到什麼東西 就 有一天我回家 我女兒很天真說 爸爸 你怎麼那麼關心 因為我的臉書看著 我這邊就說 以後可以作為選片的參考 我之前被孕的時候 就是要吃很多藥跟打針 然後每天放出來的屁 真的是有夠臭 在陳時強旁邊就放屁 好臭好臭 我自己都聞到 他連做這個動作都沒有 沒有 他就 有時候沒有聞到 哈囉 說沒事的 當然有趣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我看不到 是這樣嗎 愛要長久 演要夠瞎 對啊 妳會這樣嗎 妳應該也有一點吧 不會 是嗎 一隻眼 閉一隻眼嗎 當我燈最開的時候 也跟蝦沒聊 沒有啦 多少少還是要 要包容啦 對啊 很多事情不要太計較 中榮作啞的 對啊... 這樣子真的才可以常常糾絕 盲眼男女才是真正的戀愛專家 有道理喔 對啊 來 歡迎今天為愛所蝦女 女兒姐 媽媽 困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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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厲害啦 然後我們這邊是 愛的夠蝦男 夢多 對 來 我們權威 諮商心理師 海苔熊 為什麼跟蝦男做一起 我才跟你講這句話 好 來 來 生活中哪個moment 裝蝦真的很好用 來 生活當中 來 我覺得工作一定要裝蝦 因為我們工作是月節 所以你會在 拿到薪資單的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上個月的哪一個工作 是多少錢這樣 對... 可是你知道這種行業做久了就是 你慢慢的會去熟悉一些 譬如說廠商或工作人員 變朋友之後你們就會 聊很多東西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朋友就會告訴你說 靠 我跟你講 我這次活動早已來是花三萬塊 然後你就會知道這個數字嘛 但是等到幾個月後 你領到這筆錢的時候 你看到薪資單上面是寫 顯示八千還要抽成 好多喔 八千還要抽成還要扣稅 對 你忍得了嗎 我好像應該要去跟公司 就是你知道 據以利爭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明明認識 人家是做三萬塊 但是就有學姐跟我說 你千萬不能做這件事情 因為她就說你不要忘了 就是合約裡面不 不僅有寫到 就是不能談論價錢之外 她說之前就是有學妹 就是也去跟公司 講了這件事情 之後就永遠被冷凍 冷凍 我懂 我有遇過就是 我們那時候去 中國大陸工作 然後我親眼看到廠商 是把現金 拿給了那個經紀人 就等於是我直接付現了嘛 然後但回來之後一個月 錢沒有下來 第二個月的時候 就有那個年輕的妹妹 就忍不住就跑去問說 為什麼錢都還沒有下來 她就說 因為廠商還沒給錢 然後她就說 可是我們明明就看到現金啦 結果那個妹妹也消失了 所以不能問這種事情 價錢千萬不能 我真的不能問 你也不能問說 這個工作多少錢都不行 那還有一種是 不小心撞見老闆跟旗下的 比如說模特兒有一些奸情 這種也要眼瞎一下 我記得那時候 一個禮拜可能有個兩場秀 三場秀其實就很好了 那個經紀公司 還沒有跟我簽約 我們就是合作的模式 然後那個老闆就說 那她覺得 我應該之後 就會簽給他們 她就說 我們剛好遇到尾牙 一起來什麼 大家就是喝得差不多 要走 然後就到夜店去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也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 我覺得很吵 該回家了 想說先去上個廁所 那一家夜店 它就剛好一個拐彎 有點像巷子 然後暗暗的 然後我一去我就 撞見那時候的 當時那一家經紀公司的老闆 跟底下的一個模特兒 他們熊抱在一起 而且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 有在交纏 摸 對 然後在結尾 妳在練功 從校內就叫摸 練功 就是上上下下這樣 你知道嚇人 嚇到下意識 看到會那種 會出這種聲音 太真實了 對 妳出了聲音喔 對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我 然後他們就看我 然後我就 沒事… 我還講沒事… 你們繼續 然後我就走了 你知道嗎 老闆他後面有一個禮拜 是完全沒有叫我去試鏡 也沒有任何一個工作 然後再隔一個禮拜 他都說要找我談談 然後就問我說 妳那一天來玩 妳有開心嗎 喝得開心嗎 妳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看到什麼嗎 就套話 然後那時候我就故意說 我說沒有 我說很早 我都不記得我有去續攤 我整個就是斷片 什麼事情 我都不知道 老闆那時候 可能覺得我是一個 可造的人才之類的 上道… 對 他後來塞超多工作給我耶 我就還好 我沒有跟別人講這件事 還好妳真的是裝備 對 那妳們兒兒醫生歷練不夠 對 像我們這種老江湖 就不會像妳兒兒兒醫生 那妳會怎麼樣 我是真的 拿水波 禮拜天 臨時要去公司 因為我有東西 沒有拿回來 進公司奇怪 那個門沒有關好 結果還有一個微微的縫 表示有人在裡面 誰啊 我就門一打開 我真的很想呃 但是我那個呃 忍住了 我要吞下去 我的老闆 他就在我們的辦公區 會計的椅子上面 他坐在椅子上面 然後我們公司一個女同事 我平常跟他有說我笑 看起來好單純耶 就是他 他就坐在 老闆的那個 畫作嗎 當然一定會有那個動作嘛 所以我不是吞下去 那個呃那一聲嗎 對 我就輕輕的把那個門喔 關進來 但是妳不能... 妳這樣維持原來 他那個到時候一個鳳械好 這樣帶上來 我就下樓 然後我一下樓呢 就接到電話了 為什麼 玉琳 我還送了肉無其吃 怎麼了 老闆 我知道妳看到了 我的天 別說 一個月我加薪了 你們現在就是那個工作 老闆就... 我覺得就是反而還好 因為是工作就工作了嘛 可是有時候是朋友跟朋友 真的有時候真的很尷尬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超級無敵有錢 我目前認識的朋友裡面 是他最有錢 這個人呢 通常都很好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打 打皮革 打皮革 前面就很好喔 來... 這些有什麼 香檳開... 就開囉 喝得開心喔 可是呢 他一個缺點 前面就還好 比如說我贏了... 兩萬好了 贏了... 今天妳很好啊 不錯啊 就笑笑的喔 好 如果連戲贏了三次之後 開始這樣 來 贏了 來啊 來啊 贏了 我超兇 你這個朋友是有精神病吧 誰打牌會打成這樣 這時候要小心喔 譬如說我是兩張S 牌很好 贏定了 可是這時候要演戲 你要贏喔 可是我這個牌 很想 很想我贏喔 可是就故意給大家說 好 棋牌 懂得意思嗎 不然贏太多 贏了一點點就還好 可是就是兩大隻是大概贏了一兩萬 最後就每次都這樣喔 大王說 絕大王 來 所有的抽碼 所有的抽碼 譬如他二十萬 全部都分給大家 所以這是真的很難抓他的人 知道嗎 一直在贏的時候 來 你all in 來 all in call 那如果call就完蛋了 對 所以這是真的要看那個情況 其實就像一般公司上面 也很常遇到這種狀況 我有聽過就是那種 公司有那種作弊程式有沒有 就是現在不是常遠距上班嗎 有些可以walk from home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 遠距上班的時候呢 發現網上有一種連點程式 點了之後呢 掛了之後你那個公司 有一個通訊系統 你就可以 在上面會亮綠燈 好 其實你在旁邊睡覺 在旁邊跟夢多打牌 假綠燈 假綠燈 但是真摸魚 這個同事他不但摸魚喔 他那個每次訂飲料的時候 還很喜歡摸一把 不是摸人家一把 是摸人家一把錢 比方說那個多多綠 二十五塊 然後大家都說收錢嘛對不對 他就不付錢 他說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再給你錢 等一下也沒有給你 可能隔著你之後 不好意思 我想到了這樣子 可是他都不敢對他怎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老闆以前的紅人 如果真的對他怎樣的話 就是很麻煩 結果有一次遇到一個白目 就是那剛新來的白目 他一看到他每次都是這樣弄大家 他很不爽 他就走到他面前跟他說 多多綠二十五塊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 沒有啊 我等一下再給你 我等一下給你 他不死心耶 然後他還不死心喔 他說等一下給你 他就這樣重複講了三遍 結果後來那一場會議 就是後來開了一個會嘛 他就在老闆面前直接吐他 就所以 我之前有遇到蠻多 就是家長是不喜歡我的 就是男朋友的家長 有一任的那個媽媽 就是特別極端 她常常傳簡訊 跟我男朋友說 你又在跟那個千年狐狸精在一起嗎 然後 對 然後他就說 我還叫千年狐狸精 因為他就說他去算命 然後就算出來 他兒子有一個劫難 然後就是會有千年狐狸精 纏著他這樣 然後他還反正是老師 寫的那個算命紙 然後傳到手機 我都裝作沒看到 然後後來又繼續講說 像這種女生啊 常常在節目講說 女生要自強啊 離婚了還這樣子大肆地招搖 就一直瘋狂罵我 但我就覺得還好 就當沒看到就好 有一次我們去約會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個公司有同事打給我 我就說好啊 你接 結果接起來就聽到阿姨在那裡說 你還不回家 已經十二點了 還在跟那個狐狸精在外面呢 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裝作沒聽到 然後後來他就說 媽 那不是狐狸精啊 我真的很愛他 他人也很好 你不要這樣誤會他 他說我不管 你如果十二點還沒聽到 然後結果喔 紅布條 為什麼要拍賣 紅布條一般是開幕 對 一般是開幕 或一號樓大拍賣 他真的在我家掛一個 然後 真的超瘋的 就是他 就覺得我很可怕 我要誘拐他兒子 他才可怕吧 但我就裝作沒看到 我就把他看成是 恭喜發財這樣 我就笑笑沒理他 然後後來我這個男朋友 對我 超級好 他說我是歷任女友 最能體諒他媽媽 這麼無力去哪裡 那拉拉講這個狀況啊 其實有分好跟壞 因為研究發現說 那個可以 持續比較長久的夫妻 通常有兩個地方 比較有病 一個是眼睛有病 一個是腦袋有病 眼睛有病 就是會看不到 像剛剛說裝蝦嘛 另外一種就是 記憶力不好 可是有一些情況真的是 你真的走到心裡面 你還裝著沒事的話 那真的會內傷 對 那心理學員把這種 明明有事當沒事這種東西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 這種 就是這個字有沒有 就是瞎了 明明看到 但是卻裝沒看到 為什麼呢 你有想要守護的關係或人 所以你就當作沒看到 OK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